接上个视频的内容,今天继续教大家编这个小收纳框 好,接下来就是起脚了,这个是底部啊 底部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小正方形 四面多出来的这四个小三角形呢,都是框身的部分 我们要通过起脚把它起上去 来,现在我们来看怎么起脚 起脚呢,一共有四个脚要起啊,就是四个顶点 就是里面这个小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你起的时候你就找夹子 你就看夹子,你也可以看图案啊 除了边边的这四个夹子外,其他的夹子呢,都是在顶点上 我们直接拿夹子两边的条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直接看它是不是正方形 来看,我们先来起第一个,就这个夹子对着的这个顶点 把它这样翻起来 翻起来之后呢啊,就是把夹子两边的条合并起来 通过压压挑压的方式来看怎么合并 夹子两边啊,夹子两边 我们先看,我一般呢,是用左边的往右边摆,这样顺手一点 来看夹子左边的这一根 都是压压挑二的形式 它怎么压怎么挑呢 其实就是看底部,底部已经打好基础了 来看这根,它底部这里是 前面的就不用看啊,就看最近的两根 最近的两根它是挑二 那挑完了就得压 那所以接下来它就是压两根 压完又得挑,然后就挑两根 然后就一直压啊挑啊,做着走了啊 压啊,挑啊,压啊,挑啊 好,到这边,给它拉一拉 这样做完之后呢,你检查它对不对呢 你就是把它拉紧,拉紧 看它和这个地方它是对得起来的 和它的规律看,拉紧 它都是这样斜,这样斜 它是能对上的,能对上就对了 好,第一根就完成 第二根,第二根就是看它最近两根 它最近的一根是压一 压就得压二啊 起脚这里呢,是压就得压啊 挑就得挑啊 那还不够一根,就屏过来一根 那压一根,压完就挑 然后挑两根 压两根,挑两根,压两根 挑两根,压两根,挑两根,压两根 最后挑一根 这里一根呢,如果它后面还有挑呢 还是得挑两根的 挑一根是因为它只有一根挑了 第三根,第三根这里是压了两根 压完就得挑 所以这里是挑两根 然后又压两根 然后挑二,压二,压二,压二 好,拉紧 第四根,第四根这里是挑了一根 那挑的就不够一根 再屏过来一根 好,就挑二了 挑完就得压 然后压两根 挑两根,压两根 挑两根,压两根 挑两根,最后压一个 好,也是四根一循环啊 后面的呢,就是第五根和第一根一样 第六根和第二根一样 大家自己把它屏过来 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弄一小撮之后 你拉一拉 先轻轻拉一拉 后面呢,它就不好拉了 让它尽量的没有缝隙 然后,这个条是比较滑的 很容易散开 我们准备夹子要准备的多一些 隔一小段你就得夹上一颗啊 隔一小段就夹上一颗 来看一下第五根 这是挑了两根 那接下来它就是压两根了 和第一根是不是一模一样 看啊 第一根和第一根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规律 就是看看前面最起两根是 挑了还是压了 来做也可以直接按我说的 就是怎么压怎么挑 来,自己把它弄过去啊 好,弄到这个夹子这里 第一个脚就起好了 起好它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夹子把它固定好 多固定上一些夹子啊 它很容易散开 夹子一定要准备的多一些 隔一小段你就固定上一点 这里可以先给它拉紧一些 现在第一个脚起好 没有问题了 这个夹子脚这里就可以拿掉了 我们这个就是 防止它弄错 如果你不确定你做对了没有 你夹子就先不拿 最后来拿 夹子先不拿呢 就是如果你发现这里做错了 你看,你就改 你就抽一根一根的抽 抽到夹子这里 后面你重新做这个部分就行了 底部就不用改了 这样呢,就省时间 如果你夹子拿掉了 这里很容易就一起抽掉了 你底部也要重新来 好,现在第一个脚起好啊 看,第一个脚起好 它对着这个正方形的一个顶点 看到没有 这些就是刚才的三角形 就变成矿生了 现在我们来起第二个脚 这四个脚是一模一样的起法 来,第二个 第二个呢,你就找到第二个顶点 这样过来的第二个顶点 还是这样把条这样掰过去 还是这样,左边的往右边边 还是看这里啊 还是看底部 底部已经打好基础了 来,夹子左边第一根 看它是挑二 和这里是一模一样的 挑二,那接下来就得压二 然后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二 好,一模一样啊 四个脚都是一样的起法 好,下一根 下一根这里是压了一根 压的还不够 再屏过来一根 然后压完就挑 那就挑二 然后又压二 又挑二 又压 又挑二 又压 又挑一 好,下一根 下一根 第三根是压二 压完了 压了两根就得挑 然后就挑两根 过来就挑两根 然后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第四根 第四根这里是 挑一 挑的不够一根呢 再屏过来一根 挑两根了 然后就 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好,和第一个脚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我们正好拉一拉 然后用小夹子给它固定一下 好,四根一循环啊 第五根又和第一根一样 第六根和第二根一样 大家把这边的继续屏过来 就是屏到这个夹子这里啊 这个夹子这里外 好,自己去做了 好,到这个夹子这里呢 第二个脚就起好了啊 拿一些夹子给它固定住 这个也可以拿开了 好,第二个脚起好 一条边出来了 看到没 一条边 然后我们来起第三个脚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啊 有些人呢 他不是不会起脚 他是不知道起哪个地方 第一个脚起完了 他第二个就找不到起哪个地方 找起脚的地方 就是底下这里有个正方形嘛 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你看这是一个顶点 对着的 这是一个顶点 这里是起好的一个顶点 这里起好的一个顶点 你就找顶点拿条就可以了啊 先后顺序无所谓 好,我们第三个脚 来,你要是这样拍过来 这个夹子这里 第三个脚 还是左边的第一根夹子啊 第一根他还是挑啊 和第一个第二个一模一样 我就不说了啊 自己把它编过来就可以了 找起脚的点 你也可以看外面啊 外面它也是一个正方形 看到没有 正方形 刚才起的是这个和这个 这个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 两个顶点起完了 接下来第三个顶点对着的 第四个顶点对着的啊 就是找这个顶点对着的就可以了 后面两个自己起 好,第三个脚起好后 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第四个脚啊 不会找哪里起脚的 你就看 看这个图形啊 外面它是一个正方形 看 你不能乱拿这些地方的起脚吧 看就是这个夹子这里 就是正方形的顶点对着这里 看外面也可以 看里面也可以啊 里面也可以啊 你看你放到里面来 它不是一样的 这个一个正方形 这个顶点啊 你不能在这些地方 乱拿一个起 那样就起不了了啊 好 现在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夹子这里 其实跟我说的 按照我说的 标好夹子的话 你就找夹子拿 夹子对着的就是顶点嘛 是不会错的啊 好 就这里一看 就团对着 来最后一个脚 也是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 四个脚都是一模一样 来 你看夹子左边这一根 它现在也是挑啊 和前三个一样 挑完了那就得压 接下来就是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好 这样弄上来 弄多少呢 就是你手能捏住的地方啊 捏不住的你就停止 后面我们来接 好 第二根 第二根这里是压了一根 压的还不够一根 那就屏过来一根 然后压两根 压完就 呃 屏过来一根就是压了两根了啊 压了两根 然后就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好 这样弄一段 好 第三根 第三根现在是压了两根 那接下来就得挑两根了 就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好 第四根 第四根 现在这里是挑着一根 挑的不够 那你就屏过来一根 那屏过来 它就挑了两根了啊 挑完之后就 又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压两根 好 后面的就是循环 四根一循环啊 自己再把这半部分 屏过来 就弄到这个夹子 这里 随便哪里都可以啊 好 四个角 齐好之后呢 我们就是继续往上面编啊 编到想要的位置停下来 怎么继续往上编 你看齐好之后 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往上编就可以了 找一个低一点的地方 高的呢 不能编多少了啊 我们就随便找一个低的地方 看 它四个面都是有高有低 这里低 两边高 这个面有高有低 我们随便找一个低的啊 比如说这里 来低的地方 怎么往上编 还是一样啊 还是一样 你还是看 你把从最低点处 把它这样拿起来 调还是有两个方向嘛 一个方向朝左 一个方向朝右 你看方向朝右的这个调 你还是看它 看它这里啊 这里 它是什么规律 你看这里是压两根 压完就得调嘛 然后就调两根 然后又压两根 然后又调两根 然后又压两根 然后又压两根 然后调两根 这样往上编就可以了啊 编到一个高度 你又往低处拿调 你就是这个规律啊 就这样转转着边 编到我们想要的高度 就停下来 这个想要的高度呢 多少都可以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 得留出十到十五厘米 那么长的一小段来收尾 好 继续啊 你看这根 还是看它前面的技术啊 它是挑了一根 挑就得挑两根 压就得压两根 挑了一根 不够一根 那就再屏过来一根 然后就压二 挑啊 就这样啊 自己把它弄到 想要的高度 就这样往上弄就可以了 你看你这里 弄了两根 这里它就高起来了 然后你可以换个地方 又往低处 往上编 就这样一直转转边 好 一直往上编 编到想要的高度呢 我们要把它调平 就是让所有条都在一个高度 咱们调平 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想要的高度 就是这里啊 就这么高 你定一个高度 定好之后呢 其他的都和这个一样高就行了 这个高度呢 合适就行啊 随便大家 反正最后要留出10到15厘米收头的 好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高度 看这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就往低的地方 看低的地方 拿条边上来 还是一样啊 压下条 这样边上来 往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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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边呢 我刚才说的啊 我要的高度是这里 这个地方 我可以用夹子 给它做个记号 这个地方是我想要的高度 那我们往上边 是还可以继续编的 这样继续往上边 它就高起来掉了 所以我就不往上边 就是你把它这样放平啊 放平和它一个高度 和它一个高度的时候停下来就可以了 看停下来 啊 这个夹子呢 应该是夹 这个地方啊 我把它夹错 超二这里啊 这样夹 然后跟它一个高度 给它一平 你就不往上边 这里还有条啊 边是还可以继续往上边的 这样子往上就可以编了 无限高 有的人呢 他就是不会调平 他会一直编着上去 停不下来 你就在这里不编就可以了 如果不小心编了 不小心编了 你看你想要的高度是这里 你直接一抽就行了 上面随便抽 反正也不要了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高度 然后你就又拿下一单 往低去拿啊 然后又 这样编上来 编上来 倒 你看啊 倒和这个夹子一样高 自己比啊 一样高的时候 停下来就可以了 上面是可以继续编的啊 上面是继续可以编的 但是你不能再编了 一编就往上高出来了 不小心编高了的话 找到你想要的高度 这样一抽就可以了啊 上面的就不要了 大朗的抽不用怕 上面的都不要 随便抽 好就这样啊 大家自己把 所有的都调整在一个高度啊 全部调整到一个高度之后呢 我们拿尺子量一下 口部这里的周长 这里大概是55厘米 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要套上一圈铁丝 它会更稳固 这个铁丝的长度呢 就是60厘米左右长度就可以了 比它的周长 长出来四五厘米 长出来的这四五厘米呢 是用来做接头啊 这个接头呢 可以直接用这个透明胶布裹起来就行了 后面我们反正是要把这个条放下来 折起的用透明胶布裹也不怕 好直接给它裹一下 给它有个四五厘米左右 胶布固定好之后 把它套在框里面 来收这些头子 这些头子呢 收之前可以把它剪斜一点 这样好收些 来看这个头子具体怎么收 这个头子呢 它是这样子的 里面一层条 外面一层条 然后我们 里面的拿一根 外面的拿一根 其实就找这样的小交叉点 看啊 这种是一个交叉点 你把这个交叉点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呢 给它这样啊 越过铁丝 越过铁丝 放下来放下来之后 右边这根 从这里啊 从这里 这样 穿下来 就是顺着它的方向 这样啊 顺着它 这样穿下来 继续往下穿 能穿多少 穿多少 左边这根 它也是这样顺着穿下来啊 顺着它的这个地方 好这样往下穿 就把铁丝固定住了啊 往下穿 现在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拿第一个挨着的交叉点 就这样按顺着拿就行了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交叉点 第二个左边的 这样顺下来 就往右边啊 往第一个右边的这根条的下面 看 这样下面 穿下来啊 然后顺着这一条往下穿 这样往下穿 往下面穿 然后这一根 这根呢 继续这样往下穿 就可以了 后面就是重复这个动作啊 大家把一圈的这样收好 穿到有夹子的地方 把夹子拿掉 这个夹子呢 就是你穿到的地方拿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是 好吧 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左边的这样 过来就是按照它的方向啊 这样 底下就可以了 往这里下面 越过下面 然后往这里 穿下来 这一根 还是这样 穿下来 好 大家把一圈的都收掉啊 一圈的都收掉 转着一圈的收好 到最后一个交叉点之后呢 这里左边的 还是这样子啊 顺着它往左边这样穿下来 右边这一根 这一根呢 现在它要压一根 然后挑两根 因为这里有三根了 就压一根 挑这两根 下来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样就全部都弄好了 这些拖着的头子呢 我们继续往下穿 穿到合适的位置 给它藏起来 看这样继续往下穿 穿到合适的位置 这里啊 比如说这里 中间部分就可以了 它接下来是要挑这两片 就对准这里 给它剪掉 把它藏起来 把它剪了 然后 藏起来 接下来它要穿这两片 给它剪了 在这两片中间的位置 差不多来一剪 然后这样藏起来 然后它就刚进了啊 一圈的都是这样穿 大家自己把它收好 我的呢 就收剩这么几片了 好 全部收好后 这个小框框就完成了 这样子的一小个 可以用来放水果 也可以当桌面收纳框 收纳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还可以当做纸巾盒之类的 随便大家用啊 好了 就这样的一小课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个视频又教大家新的东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